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要跟各位讲讲这几年在网路上爆红的火星男孩 波利卡斯的话题 开始之前请各位按下我们的订阅以及小铃铛 哦 还有我们的赞 这样老师以后更新视频的时候 你才能获得通知 也帮助老师快速达成10万订阅者的目标 感谢您了 今天老师跟大家谈谈火星 谈到火星呢 就不能不提到这十年来非常受关注的火星男孩 他的名字叫做波利卡斯 这个小朋友大概11岁的时候 受到了美国的录影专访 他现在已经不能称成男孩了 因为他现在大概20到21岁了 那现在关于这火星男孩呢 其实坊间流传到很多很多的版本 为了考证他的传说 所以老师真真切切的去找到了当年访问波利卡斯的录影画面的完整版 以及他的用俄文所写的文字报导 那所以说今天跟老师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已经考证过的资料 就不要来问说 老师那某某某网页上讲的是不是真的 哦 那就比较难了 因为老师考证过的就不会去相信了 就像你现在会相信 过年的时候 晚上会有年兽出来吃人吗 对不对 好 来 现在开始记录我们的主题 火星男孩 波利卡斯 根据他自己表示 他是从火星转世而来的 至于为什么他用转世来的呢 我们等一下跟各位说明 网路上的谣传说 他在幼儿时期就会写中文字 但是这个字他老不看不懂 就拿去给大学的教授看 他去说啊 这个叫做中国 这是中文字 其实这一段老师去有去翻俄罗斯的文字记录啊 还有是说他画质很差的录影 是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情的 也就是说 这个是一些网站的编辑 设下的一种类似标题党的 聪动的文字 实际上没有这回事 火星男孩从来没有说中国这件事情 所以同样的事件 有网站表示 火星男孩指出中国将出一圣人 然后征服了这个世界 并且领导这个世界 这一段也经过老师的考证 又是一个网站的编辑 非常有想象力的创作 这部分也是虚构的 包含什么 有人说他最近可能去年又收到一个独家专访 然后这个也都是自己虚构的 并没有这回事的发生 那火星男孩波利卡斯到底讲过什么 依照老师通盘的考证之后 火星男他个人所知道的事情 如果放在火星上 那大概是一个路人甲 所知道的这么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是讲一些我们没有想过 没有听过的事情 我们就觉得是说 他好厉害 那谣言嘛 传来传去 传到了 变成说这个火星男孩怎么样 上知天文 下知地灵 贯穿宇宙几百年的历史的超级博士 这就是网路的力量 网路力量的谣言 厉害到什么程度 就可以是好像你在家里放鞭炮 然后到最后变传成这里有恐攻 再传下去就变成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哨战了 网路的谣言 其实还蛮多的了 那能不能判断真伪 就要看各位智慧 接下来 其实火星男孩有争气的表示 为什么大家觉得他很神奇呢 因为他可以在很年幼状况之下 绘制出各个行星的位置 以及他自己 他所记忆里面的交通工具的表述 还有火星上的各种情况 以及包含了当时的种族 以及他的工作内容 那根据这个火星男孩表示 他是一个飞行员 但是他不是开战斗机的 他也不是修飞机的 所以是说 他只是一般的 我们开个飞机运输东西的一个驾驶员 据他表示 火星上他还是一样战争平然 从来没有扫过的 但是比较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们的战争是属于种族的不同 而不是人种的不同 各个种族都想置对方于死地 夺取他们的资源 那在地球就是 人类对人类的 然后其实人类还是比较可悲的 那他们的飞行器就比较有趣了 根据火星男孩的说法 他们的飞行器 如果要游走于星际之间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传送门来进行 那这个传送门是可以怎么样 打开就可以加速这个时间 让远在天涯以外的 可能几万光年的地方 透过这个传送门可以顺喜而至 而对他们相继遥远的地方 是哪里呢? 就是太阳系以外的星际 如果你必须要去太阳系以外的星际 他们据他说 他们不常去很少去 为什么? 因为你要去太阳系以外的星际 去造访 你要搭另外一种飞船 大型的飞船 而这样子的传送时间 需要几天才能抵达 他们觉得太久了 然后几天就别的太久了 我们现在不要说什么了 你从地球一端飞到另外一端 你可能就好几天了 他们几天居然是飞过一个太阳系 也是蛮厉害的 好 那跟对这个部分呢 老师有整合了各种资讯 其实这个这个传送门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哆啦A梦的任意门 那他的原理是什么呢? 其实老师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 因为老师不是科学家 可能另外一个林游乐老师 可能比较有这个智慧 老师是一个算命的 没那么有智慧 他有点像什么?量子纠缠 第一次你可能必须到现场 去设定好对应的量子出口 然后未来要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传送器 跟设定好的量子做同步来启动 这样就可以可能就可以达成了 瞬间传送的一个概念 好 因为任意门他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要去你以前必须你去过的地方 其实这个概念 其实有点像我现在和他们所表达的这个传送门的概念了 那但是回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上 这样的概念 有点像老师的专业的之一 什么?有点像奇门盾甲 为什么像奇门盾甲呢? 因为奇门盾甲 它里面其实有三个法门 分别是兵齐门 法齐门跟树齐门 而奇门盾甲本身就是应用盾甲八门的方式去做处理 总共哪八门呢?包含了修门 升门 商门 盾门 锦门 死门 开门 金门 这个八门来做变化 无论是行军布阵或是拆轨益神 或是以超越空间的方式 来去做什么?引导电磁能量 做个择日 或者是来一个各种量的 我们在命理中所运要的东西去做磁场与物体的干涉 当然这里面有部分的一个奇门盾甲是已经完全失传了 那关于奇门盾甲部分呢 老师后面会开一个专门的视频来跟大家讨论 那回到我们火星男孩的话题 有人问到为什么他会转生到地球呢? 其实在原版的访问内容里面 火星男孩有提到 他们原本的灵魂都是被一块石头所掌控 这块石头 我们先称它为灵魂之石好了 他是负责什么?回收战时的灵魂 就是你这个人死掉了 他把你回收回收回来 怎么样呢?回收回来再注入到新的肉体中 这样可以确保什么? 他们可以确保他们的战事可以源源不绝的产生 好 用来抵抗其他种族的势力 那后来火星男孩为什么会被转送到地球呢? 他本人的表示是这块石头 好像在他不知觉的时候 他不知道出任务的时候被破坏 导致他再次战死的时候 没有被回收这个灵魂 然后他才会来到地球 所以网路上流传的火星男孩是为了解救地球啦 还是什么某某星人啊 什么卯昂星人还是什么的 要来怎么带领新一代地球人啊 新人类啊 这个好像是阿姆罗系列的 要提升维度的说法 就不攻自破了 而是收集灵魂的老师比较觉得奇怪是他居然是一颗石头 这个部分各位你有没有联想到什么 在这里老师联想到了一个事情 在我们的古文明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亚特兰提斯 各位一定听说过 亚特兰提斯他整个王国的能量来源在哪里呢 在一个叫做持欧史的东西 根据各项有记载古文明亚特兰提斯的文献中有说明 亚特兰的提示所有来源是透过持欧史的供应 也就是说无论你是路上的路灯 手上的手机 家里的微波炉都不需要再插插头了 也没有所谓的电线 整个亚特兰提斯只需要接收来自持欧史的能量 他不需要线就是无限的能量 就可以硬硬做像wifi一样 这不仅仅包含日常生活 也包含了什么 亚特兰提斯里面的炼金啊 或者是造船 或是他们的王国之间的彼此通信 都靠这个持欧史来供应能量 与他们的数据 这有没有很神奇呢 如果地球上的古文明跟外星人是有关系 那或许有没有可能这个持欧史就是火星上的灵魂知识的简易版本 那关亚特兰提示的部分 老师也做好了资料准备 后面老师会制作一个专门关于亚特兰提示的视频 来跟大家一起讨论老师的发现 回到火星上面 由于灵魂知识的被破坏 那种族的灵魂不在外导致该名种族就是那个种族的灵魂散离了 他可能暂时没办法回收了 让原本的灵魂去轮回到了宇宙的各个角落 各个不同的星球上去 而不会再被限制在火星上的 这也说明了什么 所谓的因果轮回 它其实不仅仅只是存在于宗教观念里面 而是更高维度的管理权 就像老师上一篇说明的什么呢 预知未来的占卜术 那一篇老师有说到 我们中国三清之中的道德天尊 也就是我们的太上劳君 都说明这个世界上的运行 是比神佛更高维度的存在所管理的 而老师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在想 其实无论任何星球 也无论你任何种族 当你的科技到达了一定的境界 你都希望透过你的科技 来试图取得神的权力 都想从神的手上复制或是夺取管理生死的权柄 无论是我们的过去的秦皇汉武或是火星人 都想战胜了生死 让自己永远的生存下去 而我们如老祖宗告诉我 如果一个生命的永恒 他是没有提升自我以及你的维度 那就是怎么样 像堕入了无间道一样 虽生有死 各位 你想想看 如果火星上的人类 透过灵魂的回收 保存了你的记忆 却要你一次又一次的去重复体验死亡与新生 你甚至没有拒绝的权力 若是你 你会对这种永生感到愉悦或是满意吗 最后老师分享金刚经的一段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识电 因作如是观 好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给各位记得按下订阅的小铃铛以及赞 并且在下方留下您对本集的看法 请大家分享你的思路 但请记得哦 一定要礼貌留言 文明讨论 下方也有老师的联系方式 如果你需要老师的专业咨询服务 可以在说明页面的最下方来取得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